小六并没有跟士兵们一起行酒令,而是一个人躲到药田来了。 一想到刚刚自己口无遮拦说的那些魂话,他就忍不住扇自己两巴掌。 夜色中传来一声熟悉的破空长鸣,是毛球。 他仰头,看到香柳驱雕而至,他一抬手,一股银白色的灵力萦绕周身,将小六吸了上去。 大过年的,这是要去哪里? 小六瞟了一眼向柳,他微红着脸,侧向一边,不吱声。 他不急,也不催,催动柱炎花变换成小妖的模样,然后拖着下巴静静地看着他,咬着唇,忍着笑。 毛球载着他们来到了广袤无垠的深海之上。 香柳斩首扶袖,用灵力为小妖换上一套由胶纱制成的粉色衣裙,衣裳用金丝绣着栩栩如生的蝴蝶兰, 袖口和胶领钉着两排珠圆玉润的淡紫色珍珠,粒粒皆非凡品,磕磕饱满泛着柔光,趁得他愈发娇俏可爱。 他在衣裳上湿了发,可以保暖。 这里是深海,待会儿即使害怕,你也无处可逃。 好伴上,他才说了一句,小妖欣喜若狂地保证,不害怕,绝对不会害怕。 香柳一阵犹豫后,拉着他一跃而下。 小妖借着海水的浮力飘在波浪上,香柳却不见踪影了。 他在没有月光的海面上四处张望,夜幕中的海洋更加深沉,更加静谧,也更加甚人。 香柳!香柳! 他大声呼唤,回应他的是波涛声和海风声。 忽然,海底涌上来一串串气泡,气泡升腾至水面,水花见了他一脸。 小妖直觉像柳快要出水了,麻溜地擦干脸,尤其是眼部,生怕影响视线,耽误他观看九头腰。 忽然,平静的海面被硬生生扯碎, 这世间独一无二的九头海妖破水而出。 通体雪白的海妖身躯庞大如山,全身鳞片光洁到能反光。 九个舌头仰起来的时候高耸入云,每个上面都嵌着一对比鱼丹红,还要剔透耀眼的红色树桶。 小妖愣在原地,惊叹于洪荒造物的玄妙,也折服于他身上力量与美丽的绝对震撼。 夜空之下,海面之上,有一个女孩与人人畏惧的九头蛇深深对视。 命运中流光如沙,也许转眼便是沧海桑田,这一去应有轮回,将两个互不相干的生命丝丝缕缕缕编成了一个血色图案,最终把自己的灵魂移到缝上。 谁用那一世无言的相思演奏一曲悲欢离合,谁又借了来世的宿命,低沉彼此胸口的那抹朱砂。 香柳用自己粗壮的蛇尾缠绕上小妖的腰,将它放到自己的背脊上。 小妖左顾右盼,不敢置信地在她的背上跳了跳,想到了什么,脱了鞋袜。 腹儿又跳了跳,蛇铃如玉一般的质地,冰凉光滑,脚杆可舒服了。 她甜甜地笑着,像得淘气又满足的孩子。 九个舌头齐刷刷地转过来望着她,有几个低垂下来,似乎是在仔细观察她。 小妖伸手,刚好可以摸到它们,她笑嘻嘻地问,你有九个头,是不是每个头都有一个名字啊? 一个脑袋摇了摇头,她朝它吐出一个透明的泡泡,将它裹入其中。 泡泡周围萦绕着银色的灵粒,像项链的链子一样,将它和一个舌头锁定在了一处。 准备好了吗? 小妖听到了香柳的声音,她点头如捣蒜,好了好了,我们出发吧。 香柳载着她潜入水下,徜徉在一片幽暗中,有时会遇到会发光的水母, 拖着几十米长的尾巴,游荡在海里,有时会碰到成群结队的海豚,成年海豚围着幼精,保护幼崽,有时与巨大的海龟擦肩而过, 有时穿过正在睡眠的鱼裙,经得它们四处逃散,身前的时候还能看到抹香精捕食大章鱼。 有时香柳也会以极快的速度,从海底一跃而起,冲出水面,冲向天空,像一条翱翔的飞龙,然后又急速坠落回海面,激起巨大的浪花。 小妖觉得太刺激,太过瘾了,放声尖叫,开怀大笑。 门心自问,她这一生,三百多年,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般自在快活过。 而这些自在快活都是香柳给她的。 香柳,我喜欢你。 她大喊着,情不自禁地,一遍又一遍。 闻小六喜欢九命香柳,小妖也喜欢九命香柳。 最最最最最喜欢你了。